一年一度新兵来 坐坐军营血正满 军师纪时深入三军新兵训练营 见证大学生女兵 双胞胎兄弟 二次入伍士兵 塔沟五校少林小子等新兵 在军营的可喜初遍 记录他们脆铁成钢 痛病快乐的熔炉生活 四集节目 新兵连变形记 本期播出 第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新兵营的第一次训练 新兵营的第一次训练 随时训练的科目是最基础的 但是第一次训练的科目是最激烦的 都是最新兵营的第一次训练的科目 这是新兵营的第一次训练 虽然训练的科目是最基础的队列训练 队列中一位新兵出色的表现 引起了班长的注意 下面有张嘉诚同志 给大家示范一遍 张嘉诚 出列 新兵张嘉诚的动作像班长一样熟练 干净利落 这也让其他新兵们感到很意外 我以为他是我班长 但是我看他衣服 他跟我们穿的都一样 这啥也没有 如好走好这个队列 我觉得我这些都贵 我的标准肯定要比别人的高出一倍 我就是甚至更高 三 四 三 一 二 8月份的时候,我入我 2015年的时候,我当上了班长 然后2016年的时候,我带领我们班去参加马鞍山抗洪抢险任务 然后并获得了我们连队的集体三胆功 原来,新兵张嘉诚其实是一个老兵 由于张嘉诚原先所在的部队编制体制改革 他不得已再入伍五年后脱下了军装,告别军营 后来我才发现,每到那个时间点我就醒了 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然后我还是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到了半年之后,我回到了部队 回到我老部队去看了一下 然后看到训练场的队列里 我一直以为我还在那个队列里面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还想再来当一次兵 退伍在家的张嘉诚看到了二次入伍的新闻 重回部队的希望又被点燃了 于是,他又一次报名参军 时隔七年再次成为了一名新兵 其他新兵们还在努力适应部队的节奏 张嘉诚却在这熟悉的部队生活中如鱼得水 他也被一同入伍的新兵们当作表率 但没人知道张嘉诚的心理却存在着落差 我曾经是拥有一个五年军龄的老兵 然后来到了这边,来到了这新兵营 班长又要教我叠辈子 要教我队列啊等等啊 因为我感觉我这些都会,没必要教我 因为毕竟我们班长当时军龄可能还没有我高 我感觉落差很大 其实张嘉诚决定二次入伍 除了对部队生活的怀念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他之前服役的部队主要是后勤保障单位 当时我被分到了后勤单位 训练量肯定也少 然后摸枪的次数也是很少 所以虽然有过五年当兵的经历 但没能到作战部队训练 一直是张嘉诚心里最大的遗憾 如今二次入伍来到作战部队 他开始对崭新的军营生活充满了期待 他采用浮雕设计 刻画了某年在长征 看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 才算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场战斗 我来到了这个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 我感觉很骄傲 所以说我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这个光荣的机器里建功立业 原来部队为了提高新兵们训练的积极性 专门安排连队老兵们给新兵准备了这一场战术演练 第一次见到这真枪实弹的场景 让新兵们兴奋极了 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是 我当时看见老兵和那个班长们 拿着枪拿着炮 在演练场上进行战术演练 那种冲锋陷阵 我感觉很刺激 很有激情 有种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这一刻 张嘉诚和新兵们一样 对于眼前的战术演练 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看到训练场上有好多铁丝 有火网 然后我心里又是激动 又是兴奋 然后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 我很期待 我很兴奋 眼前真实的演兵气氛 就是张嘉诚心中一直向往的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立刻投身进去 演练结束了 张嘉诚还和新兵们 久久地沉浸其中 新兵连也趁势发起了一个小挑战 同志们 今天我们利用训练的间隙 组织一次200米 精力比赛 大叔好不好 是 总共五个牌 每个牌出十五名同志 进行精力比赛 看哪一个牌 看哪一个牌 比赛成绩 比赛做法更好 大家有没有训练 是 准备好了没有 是 对于已经有过五年兵龄的老兵来讲 大家对张嘉诚的表现都格外期待 班长也直接把最重要的位置 第一棒给了张嘉诚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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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五年的 净处嘛 体能总归会比他们好一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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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战士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张嘉诚毕竟是当过五年兵的人 压力很大 我们还把第一棒交给我 我一定会尽力跑最好 没问题 当过兵的 随便帮打他们 让训练一直拔尖的张嘉诚跑第一棒 所有人都十分看好 认为 比赛没有任何悬念 加油 加油 预备 加油 加油 三百百兵 百兵 加油 一年一度新兵来 坐坐军营血正满 军师继时深入三军新兵训练营 见证大学生女兵 双胞胎兄弟 二次入伍士兵 塔沟五校少林小子等新兵 在军营的可喜初变 记录他们脆铁成钢 痛病快乐的熔炉生火 四集节目 新兵连变形季 正在播出第一集 比赛开始了 张嘉诚第一个冲了出去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在折返跑时 他的速度明显落后 年轻人 当时我们都很着急 我心心里想 这回这个成绩应该不怎么理想 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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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诚被拉到最后 张嘉诚最后一个完成第二棒交接 起步的时候还可以 就是返回的时候起步慢了 然后有点落后了 在新兵连一向拔尖的张嘉诚 也第一次尝到了落后的滋味 这一批兵都是1999年 或者是2000年的 然后我是94年的 然后基本上我比他们大五到六岁 也可能年纪的问题 爆发力不如他们的 下面我讲明一下 今天上午200米接力的 别再成绩 第一名是我们的五拍 第二名是我们的四拍 最后一名是我们的三拍 当时我们连长宣布 这个成绩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因为点到三拍的时候 就鼓掌声却没有欢呼声 那时候感觉我心里很难过 原因是在我身上 因为我是首发位置 接力比赛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首发位置 接力比赛的失利 就像是一击重拳 重重地打在张嘉诚的身上 他突然感觉到强烈的危机感 自己和新兵们相比 其实体能优势并不大 如何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优势 让张嘉诚苦思冥想 他还想做那个 让战友们引以为傲的老兵 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下去 这一天晚上 亲兵们第一次和家里人联系 第一次 离开家 就在新兵们和家人 互诉思念的时候 张嘉诚却选择了 给自己以前部队的战友 打个电话 你看我现在又来当兵了 二次入五 应该知道 你看那个新闻没有 就是长出 可以看了 我们长出老江那边 二次入五的新闻 欢迎你回到 我们也回到部队了 是是是 现在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吧 挺好的 你在那边 新闻里面也要好好干 我们老大外的优良传统 要保持下去 我带你好消息 好好好 一定一定 打完了电话 张嘉诚似乎又重新 获得了许多力量 白天的接力赛 跑了最后一名 让张嘉诚再也坐不住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名老兵 我的标准不能比任何一个新兵低 所以说我想加点 这对我来说既是压力 又是动力 前些天 是老兵的优越感 让张嘉诚在心底 多多少少感觉到 自己比其他新兵都强 但是经历了这次小小的挫败后 他才真正认清现状 要从一名普通的新兵做起 刻苦训练 才是进步的起点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一直会自己默默地告诉自己 我是新兵 我要从头开始 不知道挥洒了多少汗水 张嘉诚在意天天地锻炼着自己的体能 也在心底盼望着 下一次考核快点到来 他想证明给新兵战友们看 老兵就算体能不如他们 但意志绝对不会输 先下我们这个考核船三千米 做一个适应训练 不要求大家跑得有多快 但是能坚持就要坚持 多练习自己 大家能不能动 能 订好朋友 好 准备 走 机会终于来了 张嘉诚想在这次跑三千米中 好好表现一把 新兵们的爆发力虽好 但是却缺乏耐力 几圈过后 张嘉诚身边的新兵 都跟不上他的速度了 他一个人跑在了最前面 而这时候 更多的新兵跑起来 已经非常吃力 快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 张嘉诚却主动 傍慢了自己的速度 跑到了新兵的身边 加油 加油 就这样 在这段三千米的跑道上 张嘉诚一次又一次地 带着不同的新兵往前跑 当他冲过终点时 已经有很多人先到达了 张嘉诚没有得第一 但他凭着顽强的耐力 帮助新兵们跑完全程 对他来讲 这才是真正发挥了老兵的优势 甚至 这比自己当第一名 还要骄傲 这一刻 这个有着五年兵临的老兵 也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既要成为一名 勇于拼搏的新兵 又要做一名 有担当的老兵 才是他二次入伍的使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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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音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 一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 如果说 参军入伍 当兵上战场 是一个梦 那张嘉诚就把这个梦 做了两遍 他带着从头开始的勇气 期待着自己 在未来的练兵场上 摸爬滚大 不畏艰难 真正成为铁血军人的那一天 一年一度新兵来 做做军营血正满 军师纪时深入三军新兵训练营 见证大学生女兵 双胞胎兄弟 二次入伍士兵 塔沟五校少林小子等新兵 在军营的可喜出变 记录他们脆铁成钢 痛病快乐的熔炉生活 四集节目 新兵莲变形记 下期播出第二集